大家好 今天呢咱谈这样一个事情 据央视新闻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4月1日在吴建南平 同马来西亚外长西沙姆丁举行了会谈 双方讨论了全面推进两国关系 与深化后疫情时期合作 就地区和国际形势深入沟通 达成了五点共识 会后还共同签署了 推进后疫情时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值得一提的是 在记者会上 沙西姆丁两次用中文来表达 他跟中国之间的深厚友情 用我经常来说的话形容 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的友谊 那就是我们同是一家人 而在结束发言时 西沙姆丁又转过头来 用普通话对王毅外长说 你永远是我的大哥 王外长笑答 我们是兄弟 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中国在很多地方都使用这样的话 甚至新加坡 香港澳门就甭说了 但是另一句话 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 那就是你永远是我的大哥 要知道在过去拜码头才使用这样的话 马来西亚是要拜中国的码头了 中国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 向来秉持和平友谊 互惠互利的原则 那么3月31日和4月3日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韩国外长 相继访问中国 与中国加强战略沟通 深化务实合作 那么两国同意启动中马合作高级别委员会 规划推进后疫情时期两国合作 马来西亚将与中方开启疫苗冠装合作 双方还将探讨开展健康马护认 实现范围更广 效率更高的人员流动 两国也将继续推动 区域间合作 包括落实RCEP的商校 中马一致同意 要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支持多边主义 反对单边主义 会后 王玉以西沙姆丁 共同出席记者会 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 关于建立中马合作高级别委员会推进后疫情时期合作的谅解备网路 这段话还挺长的 我觉得有必要把它说一下到底咱们签署的什么样的备网路 王毅外长表示 中方愿同马方持续推进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 为后疫情时期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共同维护东亚合作良好势头 促进亚太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就缅甸局势问题 中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 继续支持 以东盟的方式来劝和促谈 西沙姆丁表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正推动马中关系进入新阶段 域外势力 分化分裂 地区国家的企图不会成功 他还提到希望与中国共同促进 缅甸局势缓和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马来西亚政府将重启上届政府 暂停的中马油气管道项目 这是西沙姆丁自去年三月 就任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后 首次访华 王毅外长则于去年十月访问过马来西亚 西沙姆丁的堂兄是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 父亲是前总理胡先翁 2017年 他曾在任国防部长兼外交部长期间访华 会见记者后 两人呈竹筏油浆 并共进晚餐 在结束中东六国行程后 王毅外长近期正与亚洲五个外长密集会晤 3月31日 王毅在福建武夷山会见新加坡外长维文 双方均同意世界正走向多极化 国际关系也应实现民主化 反对搞疫苗民主主义 今明两天 王毅还计划与印度尼西亚外长雷特诺 菲律宾外长洛新 以及韩国外长郑义荣会面 其中韩国外长就任后 选择首访中国 而不是美国 十分罕见 在当前中美相关领域 急剧碰撞的情况下 五国外长 应邀来访 中国的一个目的 就是要阐述中方的政策和态度 赃信事宜 客观上可以缓冲美国对华的围堵政策 同时中国通过与这些外交部长 和这些外交部长相关的国家之间的会谈 让他们了解 我们中国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一带一路 同时中国让所有的人来福建进行会谈 另一个目的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对 为解放台湾做准备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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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